接下来再来看 说匿名内部类重写多个方法调用 好 那重写多个方法怎么调用呢 好 再新建一个 叫做no 拷贝过来得了 好 复制 叫做demo2 叫做demo2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来一个interface interface 这样的inter 这里面有两方法 public void show 然后呢 public void show2 两个方法啊 然后呢 我们现在 有一个要匿名内部类 去调用这两个方法 重写两个方法 并调用两个方法 来一个class outter outter outter呢 这里面我们来一个方法 因为匿名内部类 是不是要写方法里啊 public void m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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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接下来来看啊 我们怎么去写这个匿名内部类 我们说了 你有一个接口 你有一个接口 in 小括号 大括号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实现这个接口啊 好 代表实现这个接口 那你实现接口之后 你要重写它里面的抽象方法吧 你来个public void show1 然后呢 我们把它 点击过来 然后来一个 show1 show1 然后呢 我们再来 这里面 你 这叫实现这个接口 那你 既然实现这个接口 是不是应该把两个方法都重写啊 有多少个抽象方法 是不是重写多少个 所以我们还要再重写一个 复制 然后呢 public void show2 好 然后呢 整个代表的是 inter的子对象 然后呢 来一个 点什么 点 show1 好 那现在 我们创建 outor对象 调用messor的方法 out啊 o 就等着 你用一个out啊 然后呢 带点 o点这个messor的 o点messor的 好 来编译运行一下 编译 运行 输入结果是 show1 没问题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想再调用show2 那怎么调用呢 比如说 老师这个简单 那它不是代表 inter的子的对象吗 来 我把整个复制一遍 然后粘贴 再来一个什么 再来一个show2 一确是这么调用的啊 那么 整个它代表的是 inter的子对象 你不能只重写一个方法吧 你是不是重写两个方法呀 然后呢 调用show1 然后呢 再调用这个show2 好 那编译 进行 大家看啊 好 那么这里面呢 都改成 别的都是show1啊 这个是show2 对不对 这个是show2 再编译 没行 一个show1 一个show2 对不对 大家看一看啊 我们匿名内部类呢 在实现一个方法的时候 对它调用 还比较好一点 对不对 你看前面这个 这是我们实现了 一个方法 然后呢 对它进行调用 在这里面对它进行调用 没问题 但是呢 现在是干嘛呀 是不是要重写两个方法 那你重写两个方法 想对两个方法进行调用 那你就这个对象 你就得创建两次 麻麻烦 这就麻烦了 所以建议大家 匿名内部类 匿名 内部类 指针对 指针对 重写一个方法 时候使用 那要是多个方法的话 咱们就用有名字的类了 用有名字类了 好 那么再来看啊 那这种写法呢 不太好 我们还有一种稍稍改进一点的 比这个这种写法好一点 来 比它好一点 怎么个好法呢 它代表的是 inter的子类对象 整个这块代表 inter子对象 然后复制 拿过来 那么既然它代表 inter子的对象 我们就可以 怎么样啊 是不是可以 复类引用指向子类对象啊 咱们来一个 intr i 就等于了 intr i就等于了 newinter 然后呢 小括大号 整个这一块 这是不是属于复类引用指向子类对象 明白这意思吗 你看 咱们回到前面这一块啊 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可以这样写 叫做 我把这注释掉啊 叫做 intr i 那你这个块 那你这个块 是不是也代表子类对象 所以我前面来一个 inter i 是不是就可以了 哎 这叫复类引用指向子类对象 复类引用指向子类对象 那回过来啊 来 保存一下 回过来 咱们这里面是不是也是 它是不是属于复类引用 然后呢 再指向子类对象 对吧 好 那现在我们来一个 i 点 受 1 然后再来 i 点 受 2 好 i 点 受 1 i点 受 2 那编译看的是 接口中的受益方法 运行看的就是 子类对象里面的 受益方法 然后呢 这个编译看的是 接口中的受益方法 运行看的是 子类对象的受益方法 但是这么写是有弊端的 有什么弊端呢 来来看 我这个属于子类对象 对不对 那子类对象里面 我又定义一个 自己特有的方法 叫做 public void 受3 好 有自己特有一个方法 复制 粘贴 受3 能明白这意思吗 那我问大家 如何去教子类 特有这个方法 受3 你用i点受3可以吗 i点受3可不可以 来看 i点受3 行不行 来 编译 大家看是不是出错了 为什么出错了 因为你编译看的是负类 编译看的是接口里面 接口里面有没有 受3方法 没有 对不对 而运行的时候 看才看的是子类 那编译没通过 那你是不是就失败了 明白这意思吗 有些人说 老师那咱们向下强转 这不属于多态的弊端吗 我们向下强转 你向下强转 你是不是得有子类的类名 我们现在有没有子类类名 是完全都是通过负类来做的 所以这么做是有弊端的 这么做有弊端的 还是那句话 当匿名内部类只针对重写一个方法的时候使用 如果多个方法的话 你就别用了 这么做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 匿名内部类 匿名内部类 是不能向下转型的 因为没有子类类名 不能向下转型 没有子类类名 好 那么这就是咱们匿名内部类 在重写多个方法的时候要注意 但是我们重写多个方法的时候 现在告诉你了 不用 只有一个方法的时候用 超过一个方法就不用了 就太麻烦了 就不如用有名字的类了 能明白吧 好 那这就是这个匿名内部类 好 那么这个知识点呢 咱们在这保存一下